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在广东深圳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深圳湾公园 右边就是了 这下面是海滨大道 旁边有一处全玻璃的公寓楼 看起来挺高端的 然后 把镜头转过去看一下对面 对面是深圳湾超级总部 前面的高楼大厦 全部都是各大公司的总部大楼 这一块就是深圳湾了 现在下雨了 骑了怪了 我走到哪 它下到哪里 我不来的时候它不下雨 来到这边就这一块有乌云 看一下 香港那边正在下大雨 这乌云是从香港那边飘过来的 这里就能够看到 对面香港的住宅楼了 这片海湾非常的壮丽 对面是深圳湾跨海大桥 连接香港与深圳的 这一块还没怎么下 一点点雨 看一下对面 对面有点泛白 那一块正在下大雨 深圳湾踏球来到香港 看得很轻浓啊 这也是海天一色呀 都是灰的 前面是5G无人驾驶警务车 今天来的不是特别巧啊 大雨就要过来了 深圳湾公园是可以骑自行车的 尤其是骑公路车啊 感觉会非常好 有13公里的滨海步道 这就是公路车 我以前也想买的 我家里有一台山地车 走吧 深圳湾公园 它一共有十多个不同主题的公园 再往前走一走 就是深圳的人才公园了 前面不知道是在拍啥呢 三四台机器 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拿着对讲机 下雨了 这服务真到位啊 下雨立马把伞撑起来了 大雨来袭啊 先避一下雨吧 来这边吹吹海风的确是很不错的 这里有一个观景平台 北湾路港 深圳湾公园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A区B区和C区 深圳到处都是这个标语啊 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 在深圳呀 有一种说法叫做 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 也是一座非常具有包容的城市 对面那一栋楼就是华润总部的大厦 被誉为春笋楼 它的高度是392米 从这里看过去 有点想要拨开云雾 渐蓝天的感觉了 据说深圳是全国绿化最好的城市 大家看一下 的确是这样的 到处都是绿化草坪 骑一辆公路车在这里游走多么惬意啊 这公路车贵的可不便宜啊 有的比汽车还要贵 几十万的都有 前面就是深圳的人才公园了 上面还写着呢 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这块聚集了恒大 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 万科等等 公司总部所在提 这里小沙山 这下面呢是大沙河 看一下 这里能够看到好多百路呀 都站在树上 这里是大运会火炬塔纪念广场 这里鸟语花香 天然养霸 很适合休闲散步走一走 这边也没有人呀 来到这里能够让你短暂的离开市区的那种喧闹 安静一会儿 这边有一个小山坡制高点 从这里看过去 能够清晰的看到深圳湾 对面都是蓝天白云了呀 来这边的基本都是骑车的呀 走路的很少 就我自己啊 我是正好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呢 等一会儿再到里面的全球总部基地逛一逛 这小车子 后海二桥 从这里看 前面的华人大厦大春粉正好倒映在水面上 如风景画一般 都是高楼大厦了 这边正在修路 城市见识者 这里面是刘花山花海 现在围住了 不让进去 这花开的是真漂亮呀 从这里看香港那边的住宅楼又更清晰一些 行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这会儿呢 天已经全部都晴了 咱们